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自始至终都坚持带头学习 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 全党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当时在延安流行的几句话就生动形象的反映了这种情况 认字就在背包上 写字就在大地上 课堂就在大路上 桌子就在膝盖上 这种学习的真实写照是全党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加强学习的有力佐证 那么延安时期的学习经验还有哪些 整风学习的后期为什么突然出现审干呢 今天我们继续请总参政治部王丽华研究员开讲 王丽华总参政治部研究员 长期从事部队宣传教育研究和领导工作 驻有酒坛 组织编著 世界新军事变革从书 四会政治教员实用读本等 各位观众大家好 延安时期通过扎实深入的整风学习 是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极大的提高了用马克思主义制造中国革命的水平 邓小平曾说 没有那次争风 打败日本侵略者 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延安的整风学习中 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重大问题呢 主要有一下几点 首先是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 整风学习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是反对主观主义 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 反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也是革命的 他们与我们有三点相同的地方 第一 打倒帝国主义 第二 反对蒋介石 第三 主张分钱给农民 那么分歧是什么呢 从根源上看 是思想方法上 是凭相当然办事 盲目的迷信外国照搬本文 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谈不上思想 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 根据陈云讲啊 在延安的时候 有一次他对毛主席 谈起工作经验的重要性 可毛主席听后却说 工作经验固然重要 但思想方法更重要 还说你不妨学点哲学 过了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到陈云那里 还是强调思想方法问题 以后又第三次对他说 思想方法问题是个大问题 比经验还重要 听了毛主席的话后 陈云就在中族部 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专门学习哲学 一直坚持了五年 这个学习小组 当时在延安很出名 后来陈云把学习的心得体会 概括为三句话 加六个字的思想方法 不为上 不为书 只为实 交换 比较 反复 他说前三句话 讲的是唯物论 后六个字 讲的是辩证法 加在一起 就是唯物辩证法 这是世事求是思想方法的 一个独到领悟 毛主席自己也非常重视 思想方法的研究 他那个时期 读过的哲学书记 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有24种之多 有些书记甚至赌过十遍以上 只在一本辩证唯物论教程上 就写下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注 他是边学习边给大家讲课 讲一次呢 就补充修改一次 最后在这个基础上 写成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两篇光辉哲学著作 科学的回答了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怎样正确认识分析事物等等 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在整风学习中 中央专门成立了思想方法领导小组 思想方法学习小组 成立了调查研究局 都是毛主席亲自挂帅 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是我们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也是各项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那么在延安整风学习中 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呢 而是解决根本立场问题 当时大批青年学生和文化人来到了革命队伍中 如何帮助他们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加深对劳动人民 对工农兵的感情 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时随着整风学习的不断深入 在延安的文艺界暴露出很多问题 是只写个人的小田地 还是深入革命斗争实践 写工农兵等等 争论的很激烈 毛主席就找了一些党员作家 征求意见 大家说最好开个会 让大家各出几件 然后集中讲一下 同意大家的思想 毛主席就同意了这个意见 过了不长时间 1942年5月 在延安的杨家里 中国革命文化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开会的方法非常特别 先是毛主席做了引言报告 接着就是大家发言讨论 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就听大家了 隔几天就进行一次记录 最后由毛主席讲话 在毛主席做引言报告时 上来就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 要求大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好的 请注意不买这 毛主席的引言发表后 大会就开始讨论 发言非常踊跃 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 而且还有激烈争论 最后一次开会是5月23日 那么最后一个发言的又是谁呢 朱总司令 他讲的也非常直诚 他说呢 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 要看得起工农兵 中国第一要好 世界第一要好 都不是自封的 都要有工农兵批准才行 针对有些作家不愿意写 格功颂德的作品 他说 拔鲁金和西子金 为了果家民族留学牺牲 有功又有德 为什么不应该格颂 在讲到要不要转变思想事 他说期待要转变 我说就是投降 他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 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 我投降无产阶级 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 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 后来仗打得多了 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 大家看我干的还可以 才推我当总司令的 朱总司令的这些话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他讲完以后呢 毛主席就做总结讲话 是晚上在煤气灯下讲的 他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其他许多问题 也就不易解决 他说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 是文化的军队 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 必须是为工农兵 及其干部服务的 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劳动 要赞扬 对他们的缺点 要耐心的教育 不要讥笑 对我们的同盟者 应该有联合 有批评 对敌人呢 则是要揭露他们的残暴和欺权 就是要横眉冷队 千夫指 夫首甘位 如子牛 这是卢迅的两句诗 一方面就是说 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 我们绝不凶 再就是要甘当 无产结疑和人民大众的牛 这个讲话是大家豁然开朗 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 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 纷纷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 学习群众 改造自己 结出了丰硕的革命文化果实 如格局白毛女刘胡兰 杨格局兄妹开荒 夫妻十字 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等等 都是在讲话影响下 产生的经典作识 毛主席后来 又在张思德的追导会上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 等等场合 翻覆阐述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 他说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 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 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他们不是为少数人 或下矮集团的私利 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着全民族的利益 而结合而战斗的 紧紧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全心全意的 为中国人民服务 就是这个军队唯一宗旨 我们党为什么 能吸引那么多人 头发一眼 就是因为我们真正履行了 这一宗旨 当时在延安访问了十天的美国记者 斯蒂尔说 在延安的访问中 第一件 使我体会在延安所亲间的各种具体事实 我认为这是 货真 假实的 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 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奴隶者 第三个问题是解决目标方向问题 也就是要认清中国想何处去 之所以要下力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国共合作后 国民党对我们实施升官发财 酒色意乐的引用 党内一些人有思想迷惑 出现了一些投降主义现象 二是国共合作后 我们接受了三民主义 国民党的宣传是 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当前和未来的一切要求 那么你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了 当时我们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 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奋斗目标是不是一回事 中国想何处去 如果没有科学的回答 就难以引导民众 难以凝聚人心 也难以抵挡国民党的思想故事 在这个背景下 毛主席写下了千古雄文 新民主主义论 从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高度 精细清晰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毛主席是在延安文学大会上讲的 即在场的同志回忆 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灯的时候 几代会场里有五六百听众 聚精会神 平息静听 情绪十分热烈 不时的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重大飞跃 对党要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 勾发出了一个清晰完整的轮廓 阐明了确实可行的目标方向 使大家清晰的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 具有无可争辩的时代先进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下子就把人心都吸引凝聚起来了 毛主席还把边区 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验区 制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使政纲领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到过延安的外国人和国统区的人士说 不到延安你就看不到新中国 建国后毛主席曾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 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新民主主义论等 我们就有了准备 可见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 那么在延安整风学习中 解决的第四个重大问题又是什么呢 第四是解决了党的作风问题 通过延安整风学习 培育了党的优良作风 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 当时的整风学习 它不是空对空的 包括党的最高领导在内 都要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 进行认真的反思检讨 如周恩来同志 写了两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在会上礼练讲了五天 从他自欧洲回国讲起 一直讲到整风之前 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说这样一句话 说领导的微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 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大家都认定 毛主席是正确路线代表 但他却反复的说 大家都犯过错误 我也有过错误 还举了自己犯错误的例子 全党普遍整风后期 有个审查干部阶段 为什么要审呢 因为发现国民党特务 以进步青年身份 投考燕安的学校 然后通过分配 进入了我们的各级组织 因为有的特务被感化 感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为民的 就起来主动的交代投诚了 才解开了这个盖子 但投诚的毕竟是少数 还有多少特务 谁也搞不清楚 所以中央就决定 审查一切人员 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康生 就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 号召大家上台坦白 结果一下子就搞出了1400多个特险分子 后来是连在这个杨家领给中央首长剃头的一个剃头将也自首了 把大家吓了一跳 说这刀子捞在首长的头上滚来滚去的 这太危险了 整个运动中的脸红的脸白的出汗的哆嗦的都收到了怀疑 使不少的同志受了委屈 好在当时吸取过去肃反的教训 坚持一个不杀大不不抓的政策 宁可让他们跑掉 把敌国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问题 但这个运动搞了十几天 伤害了部分同志的感情 造成了不良影响 虽然后来经过复查诊别 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但毛主席仍然多次自我批评 直到七大前他还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因为我是指挥官 我要给大家赔个不是 这样的态度使大家非常感动 一些受了原始的同志不禁气消了 反而感到不安 毛主席说全党都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才叫为人民服务 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 至今还保留着党的七大会场 会场上拥有八幅标语 除前后两幅外 礼堂两侧有六幅 都是一样的内容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从中我们也可以深深的悟处 学习和整风的目的是什么 党组织怎样 怎样才能坚强有力 中国革命 何以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取得胜利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回顾人民防空六十年发展历程 展现二十一世纪以来人民防空建设成就 讲述人民防空事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在人民防空创立六十周年之际 和平年代强大推出六级专题系列节目 天顿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架 宝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